至于哥罗斯基书第3章1到17节 我请弟兄姐妹们翻开圣经好吗 哥罗斯基书第3章 都打在荧幕上了 都有啊 好 那我们就照着荧幕上的一起读好吧 不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也请您继续翻开 等一下我会在这里会回到圣经当中 我们一起读一遍 所以如果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也有基督做在神的幽灭 等等 这是我们刚才领受圣经过 就是以基督复活 宁国的生命 因为耶稣的义 以祂复活了 那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基督徒 接下来 你们要失恋上的事 不要失恋地上的事 快快了哈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 基督一同缠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祂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自己 就如一段案 不会写情恶意跟他了 他就如爱偶像一样了 因这些事 神的奋斗必定了他 但你们在这些事中 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 细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恶愤恶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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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口中忽畏的言语 不要一直说话 因为你们已经脱进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世上 是渐渐真心 正如赵巴巴主的形象 在此并不分 希腊人 留待人 受得理的 被受得理的 化拜人 希腊的人 为民主的 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 帮过一切 留住在各个人之内 所见 总明是神的雪底 圣洁 有默默 基督是 圣洁 Christianity 忍睬 《阿父 FIN resolution》 人有的爱inge 总要 彼此包容 彼此 饶恕恶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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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恶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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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ou 不要怎么样饶恕人 零售圣餐也包括你愿意饶恕人学习 接下去 在这一切之外 要从这爱心 爱心就是你所学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要为此不照 恢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但用各样的智慧 而这个道理 瘋瘋瘋瘋瘋的存在心里 用释迦送死 彼得彼此交道 互相见解 心悲感恩 歌颂神 无论做什么 或说什么 或做事 都要奉处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主神 基督徒 当我们已经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 我们说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承认耶稣是主 你是仆人 这个叫做耶稣是我的主 的意思 许多人要耶稣做他的主 但是他不愿意做主耶稣的仆人 在圣经里面 仆人这一个字 有几层的意义 在以色列的这个的他们以前的家庭 仆人有分三种大概 一种就是那一种 您叫他来 他才来 然后就在大家讲好的那一个事情跟价钱上 所以他做完他就走了 他有一定的自由 另外一种的仆人在家里呢 就是叫做主管的管家 他有一些的这个的自由 可以为他的这个家人安排一些东西 他是比较有一些的这个我们叫做管理的 另外一种的仆人是完全没有自由的 他是奴隶苦工 当圣经讲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指的就是那一个最低的那一个 原文叫Dulos 就是做苦意的那一个仆人 你是用这个心智跟随耶稣基督的吗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 我们就要失念善灭的事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真的每一时刻 都让上帝的话语与引导 来主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吗 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们真的是按照主耶稣所吩咐的吗 这就是善灭的事 信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是基督徒 我们要失念善灭的事 那过去两周 是我们卫理工会的所谓的圣月主日 所以我今天要谈一谈就是诗歌 因为诗歌就是真的要带领我们无时无刻 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的其中一个管道 当然你的读经非常重要 你的灵修非常重要 你听讲道非常重要 弟兄姐妹们彼此的鼓励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每一次的这一个都把上帝的话语 再一次的把我们提醒我们 再一次的把上帝的话语放进我们的脑海当中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很好用的 就是诗歌 你听了一篇道 照着这一个的 这一个调查 就是统计 大家听了一篇道 你们今天听了一篇道 走出去过后 三天里面你就忘记一半了 五天过后你就忘记30%了 你下一周进来的时候 基本上上一周讲什么 你记不上20% 我请问大家上一周讲了什么 宣教 所以你还会记一些东西 但是里面的内容 你可能只记20% 但是唱歌 你会记多久 会记很久很久很久 所以 你为什么唱诗歌 我要下去了 每一次我讲到 我讲到大概15分钟的时候 我就看见一些人 然后我下去的时候 他就突然进城了 所以每一次我就要下去了 这是我跟大家的交流 不然我讲我的 你混流向外 就没意思了 那我要下来了 请问你喜欢唱诗歌吗 喜欢 不要给你压力 但是你想不想你喜欢唱诗歌吗 喜欢 你为什么喜欢唱诗歌 因为是可以求祝主的圣灵 跟我们同在 唱诗歌能够求祝主的圣灵跟我们同在 谢谢 谢谢 喜欢唱诗歌吗 我不问诗班 诗班都在唱 等下我会回来了 兄弟你喜欢唱诗歌吗 你喜欢唱吗 为什么你喜欢 跟他一样 唱诗歌就是能够回到上帝的以前 我就不问太多了 唱诗歌 真的很好 我这两年 上帝给我有机会 就是不是教区长的这个子分 没做不知道 做了才知道原来那么难 我有两次想马上要辞职不干 教区长 大家都知道坐在上面的都很不容易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 星期一 基本上我在我的堂会 星期一是我休息的 这个时间 那我也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就是有沟通 除非是进医院 很紧急的 他们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 不然的话呢 就等到第二天 最紧急的事情 肯定的牧师是二十四期的 724 所以有好几次 因为我住的地方 草地比较大 是教会的一个产业 我来买了要做教会 但是一直转不到那一个的 steam 所以就祝福牧师来住 所以很大的一片地 割草啊 我需要就是坐在那个 right on over 割草机 是坐在上面 好像小割草机 所以我在上面的时候 割草大概一次 割好它要四个小时 所以是很大的 因为有一些旁边要很慢 很慢的 所以我就听 我就听四歌 好多次 上帝在那个时候 跟我们说 我 就是十个 上帝说是 我把你放在这一个 来访试我的家 十个 选择你 十个 十个很奇妙 你心中 做苦吗 你因为跟随耶稣 做难吗 苦苦吗 你可以参诗歌 诗歌再次的 让我们 请进上帝 上帝的双手 永远是为我们孩子打开的 是你有没有上前去拥抱 诗歌能够把我们真的推向上帝 诗歌很奇妙 很少东西会打动我们的心 很少 但是诗歌就是一下子就进入我们的心 我在就是开车 从霍巴特到朗塞士顿去开会的时候 一个路程大概三个多小时 我打开这一个 David Paulson 大卫 Paulson 他讲启示录 他讲启示录的时候 这一个城市会发生的事情 他说有两个事情你要注意 第一 就是城市的那个奢侈的生活会越来越富裕 然后欢迎无度 因为大家都可以消费 所以他说你去看城市生活在末世的时代 就是这个经济呢 会在城市一直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大家就 无度地放弹 第二个事情 他说你要注意 就是音乐 在末世时代 音乐会产生很大很大的 这个的火效与效应 好的音乐与坏的音乐 你如果注意的话 你如果注意的话 撒旦音乐现在很受欢迎的 然后他说去地狱的路是很容易走的 都有这些 然后讲的都是很误会的 那一些歌 年轻人现在深受这一些诗歌 他们记得的就是一直唱一直唱 诗歌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所以这一个的教导就一直的进入他的头脑 所以诗歌我们要唱 而且是唱音乐 我们要唱诗歌 唱上帝的诗歌 那我跟大家 就是先讲一讲 唱歌有什么好处 我先讲唱歌有什么好处 那身体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乐器 诗歌歌是随时随地可以拿来用的 刚才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我的头脑就想象到 哇 天上的敬拜 就是唱诗歌的 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 你们有想象过 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 就是跟天上的天使 一起在唱诗敬拜上帝吗 你们有想象过这样的一个景象吗 上帝就坐在宝座 当我们唱诗的时候 就是跟天使一起 因为天使是唱诗的 如果你们知道有Lucifer吗 谁知道Lucifer这个名字 你们看Netflix Lucifer出现的时候是很英俊的 谁有看啊 不要紧 在有一些的圣经的翻译 有一些 他把这个 这个剥落的天使 这个撒旦是天使掌 是诗歌 是诗班掌 他名字把它放下去叫做Lucifer 但是Netflix出现的 Lucifer是很英俊的 小心啊 就是一直这样扭曲 我先讲唱歌有什么好处 快快的 哎呦 太小了 我就读给你听 他说唱歌 这个是有一个专家 他那个总结 他说唱歌是一些有节奏的体内按摩 因为你外面按摩很舒服 他说是一个体内的按摩 是很好的 他说唱歌能增强 人体的免疫功能 这是他的 他的 他的 他的研究 他的研究 谢谢 然后他说什么呢 唱歌能训练神经通路 OK 唱歌能示范荷尔蒙 增进感情 只有在 当你唱好的歌 如果你唱失恋的歌 他是坏的荷尔蒙 你要注意要唱什么 但是他说唱歌的好处是这些 不是基督徒 这个人不是基督徒 他说唱歌能够 你们看不到 他说唱歌能够减肥 哎呦 哎呦你们还花这么多钱去减肥干嘛 唱歌就好了 这是他的研究 但是唱歌能够增强 呼吸功能 呼吸功能 你的肺活量是真的 尤其中了这个 Covid过后 你要有这个肺活的 这肺活量的运动 唱歌 然后唱歌能看衰老的功效 我也在讲你要唱好的歌才有啦 唱不好的歌没有啦 然后第八 大声歌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和精神面貌 我先讲完哈 唱歌对胃溃疡的治疗能起辅助的作用 这个我不大知道 但是他说胃溃疡 还有呢 这个更厉害 唱歌能够缓解便秘哦 所以如果你进去厕所十分钟还没干 办好哈 你唱歌哈 这是他讲的唱歌的好处啊 但是我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你唱的歌是好的歌 还是坏的歌 如果是坏的歌 他应该对你是产生很不好的身体 跟你的精神哦 因为你整个的生命会向下旋转 所以唱诗歌是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唱诗歌 诗歌是一个编写的人哦 这个诗歌是他对上帝的一个回应 与一种的这个的降福啊 把他的生命写下来的 所以为什么诗歌能够这么感动我们啊 因为他是以他的生命写出来 而且音乐本身就一下子就就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他的生命在上帝面前降福他亲近上帝的时候你就被他所感染 所以你唱的诗歌 所以你唱的诗歌一定要唱诗歌 你如果很抑郁很不开心 你要唱诗歌把你自己带到上帝面前 经过他们过去的人的那种经历经验 把你自己带回到上帝面前 我要唱歌 我很喜欢唱歌 我唱一首诗歌 看看如果你们会唱的话 我不大会背 有一首诗歌 他从而牧师写的雅歌 你们会唱吗 主啊你吸引我 我就快跑随你 我心深深与众一起 你说要不要唱歌 因为你到上帝的面前 就是安慰 就是信心 就是记忆 就是真理 就是生命 你说你要唱歌吗 所以每一次唱歌 我们都要唱 唱什么歌 唱圣诗 还有唱一些比较正面的歌 我也有听一些外面的歌 不是基督教的 但是是很正面的诗歌 更重要的是唱圣灵的歌 就是诗歌 今天我鼓励大家 上帝给你歌后 什么时候 随时随地可以用 我来这里之前 我在阿德莱德开会 我住在一个牧师的家 李晶龙牧师 如果你们有认识的话 他有两个孩子 现在小的那个 大概是两岁多 然后他很早就起来 六点多就起来了 他就在那边 我听到的是他唱歌 我不懂他唱什么歌 因为他咬字还不轻 但是他就是一个旋律 唱一些歌 哇我的心一下子 就一下子很开心起来 我们要好好地唱歌 每一次唱歌 请你都唱 不懂的歌 你学唱 你想在上帝那里得到安慰吗 想上帝那里得到能力吗 唱歌能够很大的帮助你 你唱了几遍几遍播 你就会印在你的头脑里面 你的伟大 上帝的伟大 你真伟大 随便唱这首 主啊我神 每逢我去过晚餐 你修作造 你前几遍打过我 看见新书 又听到了红楼泪声 你看啊 我背东西很差的 但是唱歌这首就出来 我每一次在荷包灯 晚上如果茶几班比较夜 回家十点多的时候 荷包灯 晚上的星星很漂亮 我爬好车 会走出来 我万天一看 我就看到银河系 就在我上面 这首歌就出来了 你在上帝面前降服的时候 上帝必要祝福你 唱诗 这个星期你走出去后 你只记得十八星 我也不会伤心的 但是诗歌能够帮助你 一直记住上帝的伟大 上帝才是你的依靠 要唱歌的话 还有唱歌里面有 主事宣教 主事大目者 诗篇23篇 有好多个版本 等等 太小了 对不起 我就跟大家说 唱诗既然是这么的重要 我们要唱诗歌 不要唱那些不好的歌 那如何唱呢 我们教会 卫理工会 有给了一些的指南 我快快的读 有一些你们都知道的 我只是 快快的读一下 大家再学习 他说什么 他说要 请确实照着普唱 开始的时候 你照着普唱 谈干起 你谈 照着普谈 开始的时候 不要做任何的改变或变动 第二要全体都歌唱 特别是崇拜的时候 有一些人不唱歌 我鼓励你 把它学唱出来 开始的时候哼一哼 有一首歌其实刚才我不知道会唱的 但是我学着唱 后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又跟得上了 所以开始的时候如果你不熟悉 你小声地唱 你小声地唱 但是你要唱 你要上帝的安慰同在吗 唱 所以全体都唱 第三 渴慕地唱 不要心不甘情不愿地唱 因为你渴慕的时候 我刚才就跟弟兄姐妹说 上帝的双手永远是为着他的耳驴打开的 所以我们有没有渴慕上帝是我们 你有向前拥抱上帝吗 所以是渴慕的叹 因为你每一次渴慕上帝 上帝就要与你同在 还有什么东西比上帝同在各种 千万不要误会我 哎呀牧师又叫我不用去做工 不用去赚钱 不是哦 反而有时候是你一直赚钱 做工赚钱 花时间在那一阶层上 你心里感到不甘 我不是说不要 我跟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去到阿德莱的许多年轻人 昨天跟Monex的一般年轻人开会 我说去吧 去赚千万百万吧 但是在赚钱过程 你不小心你会不甘 这个钱不能满足你 我不是说钱不重要哦 如果你找钱安慰你 你找错人了 欧洲啊 俄罗斯昨天把那个 煤气关掉了 他们的这个的通货膨胀 大概19%的听说 再关掉再关掉 迟一点就会暴动了 钱啊 一下子有脂肪飞掉了 我如果有机会在这里讲一边 有关钱 这个通货膨胀 你们会吓死 一栋楼哈 一栋楼哈 你如果一百万哈 三天过后 四百万 三天而已 这个是在历史已经发生过的 一粒面包你今天 一个面包你今天买一块钱 三天过后四块钱 第四天第五天 八块钱 双倍的跌 你要在钱那里得到安慰吗 小心啊 要渴慕的唱 因为上帝才是我们的磐石 然后谦逊的唱 很谦卑的在上帝面前 因为上帝是主 我们是 不要上帝啊 我要这个给我 你不给我你就不是上帝 好像他是上帝哦 不要那天脑了 第五按着节拍来唱 是有节拍的 不要乱乱唱 最重要的是以心灵歌唱 是真的从你心里里面唱出来 如果你还没有学 就一直唱 唱到是从你心里唱出来 如果你得不到安慰 就一直唱十歌 唱到你得到上帝的安慰 很快的 其实你听十歌 你不用唱 你听十歌 你唱 上帝很快的就安慰你 因为你已经向上帝拥抱 他不给你给谁啊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在这里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信息 就是我们要唱上帝的歌 在一起的时候 开口唱 如果开始不懂 不搭唱 慢慢的学习 愿上帝 祝福你 祝福我 我们要唱歌 接下来有没有唱歌 没有是吗 有没有 好 我们请彭牧师 因为上帝祝福大家 我也把信恩堂 扩巴特的教会 问大家的安 因为我们是姐妹堂 我们婚礼公会 就是联系信的 所以谢谢大家 就是我们一起的在祝你 一起的服侍 以及一起的来扶持 鼓励 以及我们一起同奔这个天路 管传福音 让许多人得到福音的造就 谢谢大家